新款路湖懒胜怎么买才划算 宝贝你刷到这你可能你觉得你这辈子开不上懒胜 但是你别走 你看完视频 我感觉你这辈子直接能开上 近两年就能按摆上 点个赞加个收藏 我祝你越来越好比我好 我作为一个拥有自卑的懒胜车主 为什么 因为我那台车是P360短轴算半老的版本 也就是最低配 所以我对懒胜的了解 还有行情的透彻 我应该算全尾吧 家人们 去年年几的时候我蹦起来让你们去干 为什么 我就知道他今年控制产能 结果控制产能之外 还出了点事 现在懒胜大批车员憋在国外进不来 你想知道为什么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红什么海那出了点事 然后呢 我去年本来是想买懒胜运动的 我觉得懒胜运动在百万级别的ICU 算是标杆的 为啥 那十年某一届 二年11月28号上市的路湖懒胜运动 这玩意 你按现在二次点来讲 他还有接近八年多 八年多 他不换代 你面子十足 面子一直在 而且开起来也是在百万级别比较舒服的 那么路湖懒胜行政呢 这台车 我因为去年我大哥给我补贴 我所以干了懒胜行政 但是我贷款干的是最低配 这台车用起来绝对没问题 拥有静谧性 拥有好开 舒适 各方面基本上在一百五十万左右落地的SUV里边算是标杆的 远超 库里南甚至天悦 为什么 买车有个小技巧 不是说你拥有了多少的钱买了什么样的车不疲惫 而是啥 你兜里有五十万 你买完懒胜 这台车你干碎了 你不心疼 你就可以买了 那有的人能买得起库里南他为什么不买 比如说我 我跟我爸借点 再我跟我大哥借点 那免税库里南或者是二手投一批 库里南四百多个我也能干得起 但是 库里南这玩意儿我出去创一下 保管杠创碎了 大灯创歪了 前嘴一套了 这次我受不了 我这次我贵不起 我该这次 我疲惫 就是那种兄们 惶惶不得终日 还是怎么说呢 我说的都少啊 反正就是那闹心巴拉 疲惫的心态一直缠绕着我 所以说我开库里南我嘚瑟 有可能我达到财富自由之后 我干库里南不疲惫 你们也可以借借一下这种感觉 所以说买车家人们 看你兜里有多然实力 其实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能否完全驾驭得住这台车 就相当于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把这件事往坏了下 最坏的打算 你如果说能接受的情况下 直接干就完了 哎 犹犹豫干什么呀 然后蓝色的行情兄弟 五月份之后可能有所好转 你就比如说现在卫视 878的110 就这玩儿 说白了解 去年 分期优惠十个 现在呢 只优惠五个有的地方 还没有优惠 如果想买的话 等一等吧 五月份之后行情会好一点 那你可能这次召集用车买个二手行不行呢 哎 揽胜二手 揽运二手 你看一看吧 毕竟在董事丽降价排行榜上 揽胜运动这车 现在还有个22以上的行情 但是没车了呀 能找到车 分期给你做到22以上 甚至23以上的行情 我觉得OK 啊 家人们 然后降价排行榜 没事别看 我怕你看多了之后 上火 你要买车的你看一看行 还有同好老师们 你可以做个参考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 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 我看到都会回 祝你们开心快乐 越来越好 一路长虹 嘛